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热巴为何能迅速走红? 楼一霄说出真正原因,并表示自己会疯掉的。 迪丽热巴在大学刚毕业,就顺利地签约到了杨幂的公司。 之后获得了老板杨幂的力捧,跟着杨幂拍了几部戏之后。 热巴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,因为他长得确实非常漂亮。 是娱乐圈难得一见的美女,很多人都说她的长相真的是无可挑剔。 慢慢热巴也成为了一线明星。 当年在演了《克拉恋人》的时候,作为配角的热巴。 竟然抢了女主角唐嫣的风头,之后就没有人能压住热巴了。 她就开始担任女一号了,如今的热巴拍戏的时候就很少了。 因为平时参加综艺节目,或者一些商业活动非常多。 这样一来就很少有时间拍戏了。 很多人都纳闷难道就是因为热巴长得漂亮,就可以走红这么快吗? 作为娱乐圈的前辈楼亦霄,在节目当中说出了热巴火的原因。 她说自己知道迪丽热巴连续工作四年,一天休息都没有,春节都在工作。 这样的工作强度,换做是自己一定会疯掉的,所以自己不会这样。 可能我们看到的明星都是光鲜亮丽的。 其实背后也付出了很多很多,职业没有高低贵贱,都要认真努力。 最后都会有成绩的,希望在工作中的你。 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比迪丽热巴幸福,你一年有很多天都是休息的。 我们会在一起的整理研究竟友。 请幻灰巴连组。 我们研究竟友。